今天一早就來新房子 今天的進度是燈具跟紗窗 大家看看我們的燈具 其實上一次已經做得差不多的 就是我們的軌道燈 軌道燈我們總共只安裝了一條 本來有在考慮要安裝兩條 怕兩條裝上去這個整個天花板 很擁擠的感覺 所以最後跟設計師討論了 我們還是覺得一條就好 那上面總共六個燈 三個燈對左邊、三個燈對右邊 我們挑的是可以白光跟黃光 這個應該是三種燈光、自然光吧 亮度不夠亮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白光 那或者是想要在客廳營造出 電影院的氣氛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黃光 那因為我跟翁逆對光線的要求 我們需要很大量的光線 以後有可能在客廳會拍一些開箱的影片 所以我們除了軌道燈以外 我們還有西頂燈 那西頂燈也是一樣有白光跟黃光跟自然光 三種光線可以調整 黃色的元素增加 它就變成黃光了 那我再把它增加一點 其他的要素 它就變自然光了 那如果把黃色的要素全部都拿掉 它就是變成單純的白光了 所以它有這三種模式 而且有強弱可以去選擇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選擇在客廳電視牆的上面 加了一整條LED燈光 那是選擇的是白光 這個部分就沒有特別挑 是白色跟黃色互換 單純就是給它一條白光LED燈條 蠻長的一條 好這三個部分 這三個元素是我們在客廳燈的部分 沙窗換好了 但是框啊還是很髒 那過幾天我們會安排那個 細青的清潔公司 來做一些細青的工作 到時候會請他們整個窗戶啊 沙窗啊都拆下來 那個師傅在換沙窗的時候 那個沙窗基本上那個成年的夠啊 只能這樣講 我們當初想的是對的 那時候有朋友跟我建議說 省錢的話 沙窗拆下來自己洗一洗就好 我們最後決定是換新的沙窗 那這個決定應該也是對的 剛剛那個換沙窗的師傅說 那個舊沙窗就這樣拆下來刷 看起來都洗不乾淨 因為那個東西 他說少說是十年以上 不只是灰塵而已 還有一些垢在上面 我們家這一個沙窗是比較特別的 它是鎖上去的 剛剛那個沙窗的師傅有跟我們說 他覺得這可能是當時訂做的 他想要做成百葉窗式的東西 這邊是長期開著讓它做通風 所以到時候我們要洗也是要把它拆下來 客戶的沙窗 這看起來就比較像是新的 但是邊框也還是髒髒的 同樣過幾天我們會拆下來洗乾淨的 接下來明天的撞頭戲是剩幾塊 這個是石塑地板 很重不要看這個 我一隻手翻不太過 一隻手翻不太動 這一隻手翻不太動 真的很重 翻右手比較翻得動 這是我們的石塑地板 準備明後天要動風的石塑地板 這應該是收邊條用的 這一盒有拆過 超耐磨的石塑地板 我們主臥的顏色 這是工作室的石塑地板 那因為他是全新的沒有拆 我們就不拆出來了 我們用的顏色是跟客廳的顏色不一樣 跟這個系統規的櫃底有搭配 這是客房的石塑地板 他只放了兩片 難道是客房比較小嗎 他只放了兩片 這是客房的石塑地板 本來其實我還有想要拍更多東西 因為要搬家了 然後想說我們以前常吃的東西 或者是住的這邊好吃的東西 紀錄一下以後可以回味 因為我們家附近也有一間牛肉麵很好吃 除了木雞那間之外 唯二我怕喜歡的牛肉麵在我們家附近 就因為疫情現在也不適合出去外面拍 還有其他的一些電腦 韓式料理我們就要好好吃 那就很好吃 海鮮煎餅很好吃 可能以後我們搬家之後 有空回來的話 再拍看看 借用妹妹的房間 搬家的東西暫房在這邊 我怕剛去新家 只能來 因為搬家公司要來站 找的這間搬家公司 今天業務好像還蠻忙的 我們已經排到晚上9點了 我還是決定今天不要搬過去 我怕早可以跑去 可能還可以找點整理 所以我現在7點多 然後搬家公司打來之後 他們會提早到 我怕已經在路上了 他先去新家 我就再點了一下箱子 看一下盤家公司 搬的裝備 準備好了 等一下就這樣 搬家公司來搬 搬好 我想要鬆一口氣 可是其實還沒有 就還有一點瑣碎的東西 可是下禮拜還要上班 這些零零碎碎的東西 我們已經帶不去 那這些可能等一下 就是請盤家公司來搬 這些東西 準備翻家囉 準備翻家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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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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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家公司今天晚上从我们家出发之后 他就到我们的新家,新家那边就有欧帕在那里 所以欧帕会在那里等,在那里处理完 刚回到我家现在在洗澡 刚洗澡之前欧帕跟我讲今天半家公司到那边的状况 我们两个都觉得 这间半家公司真的很好 我们决定多录这一段一定要推荐这一家半家公司 不然只是简单的半家的画面给大家看而已 我怕洗完了,等一下等欧帕来跟大家简单 这一家半家公司 这家半家公司是欧帕找的 我们本来有两家,然后再问 发现这一家的感觉还不错 对谈的过程中就已经很客气了 然后因为我们也不是常搬家嘛 也没有请人家搬家过 所以我们不知道行情价 好,我们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办法 那些都不知道,我们真的只能混嘛 那对方呢 他在线上跟欧帕聊的时候也很客气 一开始对谈的时候 先用半车去算 可能你超过半车多一点点 他就再加多少 对,这些 他是另外跟我们先讲 因为我们可能 没有半家的人 我们自己目测 会觉得喔 这好像没有很多 可是事实上 人家真的搬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包装的方式 没有很精确 其实是很多的 对 他还是有留一点缓冲的那个 空间跟价格 跟我们说 我们如果预计是三四十箱 然后半车大概多少价格 那如果真的多了一点 他们是怎么算的 就是用比例 不是直接用半车一车 两车这样子 大范围的去算 就我们大概知道 这样的状况 才会说突然 他要突然送我们费用的时候 我们会吓到 这是我们一开始就知道 然后今天来呢 其实就很简单 就两个年轻人 他们也不会很多话 我们出发的时候 我有下去楼下看 果不其然其实 已经一车了 所以我有先跟欧帕说 诶可能 我们大概抓的费用 跟那个评估方式是一车 搬家公司 从家里搬完之后 新家就是欧帕在那边等 他们是先打电话来说 在哪里下车 对他们比较方便 那刚好新家有一个 社区有一个侧门 侧门就在电梯倒台 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在侧门下 下来是一个年轻人 他很客气 他们很客气 有一个年轻人 然后呢 我们就引导他进来 搬到家里面去 不然以为是 所有的货薪下下来 再往上搬 但其实不是 就是先下个 几箱下来 然后呢 年轻人搬上去 然后留另外一个年轻人 持续在一楼下 然后一个人上下这样子 我们在家里搬的时候 也是只有一个年轻人 在上下搬 然后他自己会去判断 怎么搬法 自己比较不会受伤 然后进去以后 他就问我要放在哪里 而且是每一件都要放哪里 因为我们把客厅清出来 沙发还没进来 我就把客厅清出来 我就直接告诉他说 整个客厅都可以放 但是行小心 不要碰到那个墙壁 因为油气台钢器好 就看他很快速的 一箱一箱一直搬 他搬到很喘 对 他们没有停的 对 他是很快的 想办法要很快的 帮你搬完 所以呢 他就是 只擦面小跑步了 但是他动作是很快 一箱一箱一直搬 超快 我们大概有四十幾箱吧 以我想象中的快 很快就搬完 但是我很明确的听到说 他非常爽 他在家搬都全身都汗 对 他很喘 但是他 他们都不讲 很勾矣 他没有讲话 对他没有讲话 后来搬完以后呢 我 我跟那个搬的那个一起下楼 到车子那边要付我一款 我看到那个下货子 在开车的事情 他也在吃便当 那我就 便当 我就简单的问他说 哦 你现在才吃 他说对对对 我说那你 后面还有吗 他说没有了 你们这是最后一趟 然后我一点惊讶就是 我们是他今天的最后一趟 虽然我不知道前面搬的几个case 但是今天是最后一趟 想必他的体能应该是 耗尽了 下降耗尽了 但是感觉不出来 对 他们真的很快 全程都是很快很积极的 希望把你搬好 而且是很小心的 不是说那种会给你乱弄 然后的快 是很小心的 他们不会甩哦 他们就是真的一箱一箱 慢慢的放 慢慢的放 这样子 然后我可以讲一些很好玩的细节 你的那个清洁的那个 拖地的那个 嗯 他帮你煮起来 然后我说你没关系 你放着就好 我们自己煮 我没有跟你讲 你知道吗 那我其实不会拆 这能针 可以可以可以 只是 我怎么按了 我本来想说 就一根那个杆子 我就插在那里 他看到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欸这个可不可以拆 我说应该可以吧 只是我不会拆 他就在我面前把它拆开 然后放到篮子里 我以为就这样子 结果你收到的时候 他竟然还 他当着我的面要把它装起来 因为说他 他说他是他拆开的 对 我说不用了 我们有空装就好 因为不难装 但是他说 他回答了我一句话 因为这是他拆开的 所以他帮我们装起来 我以为是小事欸 所以我刚刚没有特别讲欸 就 就 哇 最后就是 他跟我收钱 我很惊讶的是 他上面写的 他写0.9车 他写0.9车 我就吓到了 Oni在line上面是告诉我说 一车装满满 那 我有拍照给你看 对 那我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说 他是一车装满 还是 8分满 还是9分满 还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就算他跟我收一整车的钱 我也不知道 嗯 对 我就问他说那多少钱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欸 你是0.9车 那0.9车总共是多少钱 这样子 然后他还把他们的车翻开来 给我看 他说 你看哦 东西都上去了 没有留任何一样 就刚刚你看 车子是空的 对 他是进去里面翻哦 不然他们有一些布啊 棉被要缓冲的 所以不只是开给你看 是进的很进去 他有一个人进去里面 把那些布都翻起来 给我们看 证明说 东西都下下来了 没有漏 然后跟我收钱 然后开张这个单子 收集给我 对 最让我惊讶的就是 他们主动告知说 只有0.9车 对 因为 你即使收一车 我也不知道 对 而且加上又是我 亲自下去 看着他们把车开走 就是 整个车子 合上的时候 我看到车子是满的 然后他们竟然跟我怕说 因为没有塞 因为没有塞满 所以只有0.9车 我会放照片 那个样子 看起来真的是一车 可是对他们的评估方式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客气 不然算一车 我们也知道 我们自己的东西 就是算一车 是他们主动告知的 而且他们讲话是客气的 而且他们的速度是快的 那他们的防护措施 保护措施 其实都很不错 资讯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人 可以先跟他们询问 这不是业配喔 对 这不是业配 我真的是私心推荐 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跟他们解决 对 我们本来今天只是单纯搬家属 记录一下我们的东西有多少 以后可以看一下自己有多夸张 其实我没有想到 我后面这一段都是加入的 真的我们觉得很难得 遇到很不错的人 很不错的商家 大部分的东西都搬完了 其他一些小东西 我们会自己再搬过去 对 现在也很晚了 我们要休息了 休息一下 那下个影片见了 拜拜